我们都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神 那么你知道字是怎么来的吗? 我知道,甲骨文啊! 那你知道甲骨文不是最早的汉字吗? 你知道繁体字是怎么变成简体字的吗? 那你知道为什么港台澳他们会用繁体字 而新马却用简体字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Chloe 哈喽大家好,我是Joey 那其实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字 可是呢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汉字的演变 所以这一集我们就为大家科普 汉字的起源以及各地华人用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原因 也分析看看到底是简体字好用还是繁体字好用 中文其实是全球唯一一个会用表义文字的语言 也就是说你单看字面的话呢 你就可以猜出它的意思 比如说山、水、海、火 不看病音,只看字面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说什么啦 其实在文字发明之前 人们习惯使用绳结、图画等记事 可是人们就觉得这样太麻烦 所以他们就把图画简化成一些特征图形 当特征图形简化到一定的程度 并与语言相配配的时候 就形成了原始文字 其实有考古发现啊 最早的文字其实起源于 6000年前的陶器上面 所以这可是比甲骨文还要早上3000年了 甲骨文发现至今已有4000多个字 而且章法生严 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文字系统 随着时间的演变 汉字逐渐发展出经文、传书、历书、草书、凯书和行书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字七体 但是河南大学的教授却说 汉字的发展其实不是跟着时间性的 因为中国汉字流传的地域非常广泛 而且再加上它使用的功能以及场合不同 所以汉字的起源一定不是线性发展的 在古代官方用的文献、记事都使用比较繁杂的汉字 而民间的书写记录当然就以方便为主 使用简化通俗的民间书体 随着时间的改变 汉字也就慢慢的统一了 所以从刚才的解释里面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 汉字的演变其实是从 凡到简再到整合的一个演变 凡体字其实是一种 从小传变成历书后 所产生的中文书写体系 至今为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而且在20世纪以前一直为全世界的华人所通用 在1909年清朝的时候 一位名叫陆碧奎的人 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但是之后并没有成效 19世纪初西方的思想进入了中国大陆 再加上当时中国急需改革建设 减少文盲 简化文字的需求逐渐上升 对于要不要保留汉字以及汉语 有一些基金派的学者 他就认为说 汉字是一种愚昧而且落后的象征 所以他们就提倡要使用拉丁文 来作为中国的文字 可是你知道吗 用了这么久的汉字 突然间要转去拉丁文字 其实这个困难是更大的 根本就不符合国情 所以这个建议就此作罢 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政府就开展简化字运动 他们在1964年发布了汉化字总表 管控繁体字爆章杂志 积极的推动简体字普及化 并且清理和废除一体字 比如并发症中的并字 脉搏中的麦字 细烟中的烟字等 都统一规范了汉字的字型 笔画笔顺还有读音 我们都知道 繁体字的使用地区主要是在台湾 澳门和香港 在这些地方的官方文件 电视、新闻以及学校教学等等 都不会使用简体字 那有的人就认为说 这是因为两岸三地 他们对中华文化传承的理解呢 都不同 他们认为港澳台保留繁体字 是因为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 因为他们保留了汉字的形式以及内容 而台湾方面也表示 区域内的文化内容和生活方式 都和民国时期保持高度一致性 可是啊 除了文化方面 从历史上我们也可以发现 港澳台他们推行简化政策不成功 其实和实际和政治都有关系哦 在大陆推行简体字方案时 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尚未回归 所以汉字简化运动在香港推行有难度 而香港回归之后也基于一国两制的推行 而且呢 香港人也已经习惯了反体字的运用 所以呢 就没有强行要求他们去使用简体字 而在台湾方面 我们都知道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对立的 所以文字的政策上也分道扬镳 但是其实蒋介石友曾经两次想要推行简化汉字政策 低于内部政治问题以及保守派的影响 他所推行的政策也就没有成功 而且当时的台湾社会也普遍认为 推行简化汉字会毁灭中国文化以及国家命脉 因此才发生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台湾全面禁用简体字 一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后 简体字才逐渐步入台湾社会 那大家都知道 很多的大马华人从小都会学习中文字 有很多的网友在红点以及红狐狸频道下面评论问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不使用反体字 而是学习简体字呢 可是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前 大马普遍上还是使用反体字的 但1983年起 马来西亚教育部长就宣布 全国各华小江正式采用 汉语拼音和简化汉字教学 其他层面包括媒体、出版物等 学术界也正式统一使用简体字 可是大多数的大马华人 其实还是看得懂反体字的 那是因为反体字还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 例如华人传统商店的招牌 一些香港和台湾出版的书本等等 而且当时大马的报社也采用 标题反体字、内容简体字 让简体字和繁体字同时并存在马来西亚 我就奇怪为什么有时候我会看得懂繁体字 原来是因为这样 那新加坡的简化运动呢 其实是在当时候的总理李光耀先生的推行下进行的 当时候的新加坡呢 还甚至已经创建了78个他自己的简体字 但是到了1976年的时候吧 新加坡就已经完全采用了中国大陆的简体字 以及汉语拼音 有些人就认为啊 李光耀他的眼光实在是太长远了 因为从现实性以及实用性的角度来看呢 从繁稻简其实是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政治以及经济的发展 那你觉得简体字比较好还是繁体字比较好? 我觉得各有好坏啦 首先第一个点 就有些人呢他就会认为从文化的含义上 繁体字会比简体字好 那是因为呢 繁体字更接近表义文字 而已经简化了的简体字呢 他其实就没有办法从字面上去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哈 例如没有心如何爱 不讲道义因为与我无关 不能相见怎么相亲 回望故乡却不见狼等等 看到这里其实我也很佩服华人的智慧 因为中国文字真的是太美了 对啊 有时候呢我们就会认为繁体字啊 其实比简体字美多了 而且呢如果我们在练习书法上呢 我们一般都会写繁体字哦 第三 繁体字的表达也比较明确 并不会有一尺多一的情况 例如干这个字 这个字既读干也读干 干的本意是盾牌粗饭等 所以就有了常用语干戈 而繁体字干常用的意思就是造 比如干燥以及枯节干净 可以组成干杯干净等等 而干的本意是指素干 扩大扩大指事物的主体或主要部分 常用的词语就包括了有干部 干活能干等等 可是简体字一个字就把干净 素干和干部搞定了 也让人们很难了解背后整整的含义 我还懂一个字就是骂人的时候 干 但是繁体字也太难写了吧 所以在简体上呢它的笔画少 而且所需的时间短 最重要学习更容易了 所以其实我常在想如果我要被罚写 繁体字无归的归的话 我应该会哭死 而且简体字的普及率以及使用率 比繁体字还要高呢 其实从学习的角度上来说 不管是繁体字还是简体字 都不会影响我们对汉字的理解以及掌握 而且全世界的华人中大多也都认识简体字和繁体字 只是我们使用的时候不一样而已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对于简体字以及繁体字的使用 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分析的话 欢迎各位在底下留下你的留言告诉我们 同时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还做的不错的话 请你留言分享按赞 还有记得要按订阅按钮以及小铃铛哦 如果你有使用Instagram的习惯 可以follow我joey.ig 还有chloecat.my就可以了 红狐狸频道每天10分钟 陪你一起在生活中学习 拜拜 例如干这个字 这个字既读干也读干 干 哈哈哈哈 等一下 sorry 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不使用简 啊 其实从学 其实从学习的角度上来说 不管是使用繁体还是简体都不会 不管 其实从学习 从学习的 从学习的角度上 其实 其实从学 其实 OK 好 OK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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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